你在做什么? 等于一家子的从4月份到现在没有回过家 最近有点上火 我们最近的视频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一对出师夫妻 我们最后吃一顿饭 因为他们明天就要回曼谷了 其实大家看到我们视频里面 都没有仔细的去介绍过 大家都以为朱祁是厨师 其实不是 他老公是真正的厨师 真正的科班厨师 为什么你有个拐杖 一儿一女 人生赢家 听曼和曼谷有什么区别? 亲近一点 因为前两天玩滑板 滑完了也摔了一跤 现在就称了个拐杖 今天像小公主一样 其实我一直觉得 像朱祁他们一家都 特别适合去做一个频道 因为他们一直在外面玩 天南地北的玩 然后我觉得他们对清卖的了解 比我常住在清卖的 都要更了解这边 适合玩乐的东西 前两天他们会半夜里面上樱塌农山 然后睡在车里面 就为了早上看2022年第一个日出 我都放在视频里面 朱祁回来了 在清卖一个多月 时间特别快 你感觉在 一个月五天 之前在向导待了一个多月 然后再之前在苏美岛也待了 年初的时候在苏美岛 躲避疫情 因为曼谷就是人太多 疫情比较厉害 然后我们平时肯定要出去买东西 什么就怕会接触到不同 那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 然后孩子正好也上网课 就不局限在曼谷 然后我们也想 就深入的了解一下泰国各个地方 因为毕竟也来了四年 第四年了嘛 我们就先到苏美岛 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回到上海 再回曼谷的时候 疫情又很严重 那我们就继续上海岛 在向导又住了一个月 就到清卖住一个月 等于一家子的 从四月份到现在没有回过家 刚才注意说了 他们来了第四年 我们怎么会认识 就是我们是同时从上海出来的 我们来了清卖 他们去了曼谷 那你觉得清卖跟曼谷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不一样 清卖的话就是更慢一点 悠闲一点 就每天一起来 无所事事 就是看看外面的蓝天啊 白云啊 绿色的绿化啊 或者是就山里面啊 就是农村的生活 对农村 小清新农村 应该说是 就清卖比农 就比我们传宠里面觉得那种农村好在 就是说它有些该有的还是有 对对对 但是就是你要移出去的 在生活的便利性方面 还是很好的 就是你需要的东西 你都能在这里找到 对 除了奢侈品那种 不是日常生活那种东西啊 基本上在这里都能够营养 对 但是有些在曼谷 习惯在曼谷的 可能在清卖也待不下来 对吧 就像有些有一些朋友 可能就是觉得大城市的生活 待惯了嘛 然后他觉得可能到了一个小城市 有些不习惯 就是 那我们也都是从上海 上海三十大城市 但是你在清卖一个都也习惯了吗 我们都喜欢 我们在向导更小的一个地方 我们都能习惯 对 我也很喜欢向导 向导那边就是 应该算是更小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一块地方吧 但是如果长期居住的话 就有点不太方便 度假的话 也还行 如果你们这种喜欢宅在家里的 我觉得也是方便的 因为他你想他买菜的话 他有马可可以买菜 他可以买菜 学校呢 就是除了学校方面 就是不考虑孩子的话 我觉得泰国任何一块地方 都可以常住 对 如果不考虑孩子的话 然后再不考虑一些老人的话 就像我们这年纪的话 其实哪都能住 对 年纪大的话 那边医院是有 但是各方面医疗设备 或者医疗技术 肯定没有大城市 没有那么多选择 对对对对 就像青蔓蔓谷 我有很多选择 这个医院好那个医院好 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这种年纪的 可以在那边 可以常住 所以网课就特别适合在那边 对 刚才我们说的网课 其实我现在 呃之前我还在跟主席聊这个问题 我现在还觉得网课挺好的 就是我们刨除孩子没有跟 就是社交一个问题 还有个就团体生活的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网课真的是挺好 又又可以到处跑 到处玩 关键是他们两个夫妻都会做菜 都会做饭 刚才我说了 他老公其实是科班厨生的厨师 你不是 对 你是跟那你老公学的 不是 自己学的 那你们两个东西 都会有自己的菜 对 我 所以他们两个我一直说 就是做 呃 餐饮特别适合 但是做餐饮又特别累 他们又有两个孩子在这边 就 可能 之后会考虑 会考虑吧 其实你看你看 呃 中国人在海外国外啊 做的最多的就是餐饮 因为中国人的嘴是最难伺候的 中国的胃 中国的胃 就像我爸妈在这边 其实泰国菜还好 如果你到西方的话 像美国啊那些欧洲啊那些国家 他们吃东西就完全吃吃不惯 上次我们去拜仙 拜仙因为有很多就是西方人嘛 那边很多西餐比较多 我们吃了两顿西餐以后 我爸就不行了 就就觉得这个吃不了 然后我爸妈就一直到处在找 找那个泰餐馆 因为其实你说要找个中餐馆的话 就很难 但是在泰国找泰餐还是比较方便 泰餐其实跟中国菜还是比较 稍微接近一点 就像那种 那种香料啊那种东西 嗯 其他的很多菜 因为泰国菜也有很多就是从中国过来的 嗯 所以在很多方面有一些菜 因为很多就是潮州菜嘛 对 可能快两年多三年没有回国了嘛 我老婆一直说我想吃那个 就说我会做 我做给你吃 我想吃那个 我会做 我就觉得他什么 什么菜都会做 你做的那个肉串 哎呀 我最近一直在YouTube上面发那些 我吃那个肉串 那个肉串真的太好吃了 我在这边给了很多 不光是上海 因为这个是我们从上海起源的吧 应该算 你记得 不光我给上海吃 我给一些泰国朋友啊 包括一些外地的一些 就是中国的朋友 他们都觉得很好吃 这个东西就 我觉得也不是说 纯上海口味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 如果在曼谷最好 曼谷可以直接联系住鞋 然后甚至于我觉得 刚才我 你还没来的时候 我就说 其实你们家特别适合去做一个频道 就是 现在什么东西 交做菜也可以 然后你让人家看你吃 吃菜也可以 因为 现在说实话就是吃喝玩乐的视频 是大家最最爱看的嘛 对吧 然后你想 吃喝玩乐是他们一家四口的日常 真的是日常 时间过得特别快 一个多月马上就过了 你们应该之后还会经常来听吧 对吧 对6月份 放暑假的时候还要 对6月份 因为他们基本上一放假 就会到处跑到处玩 然后清白 每次来清白都会来我家 然后6月份 可能我会跟他老公一起再跑一次夜风送 因为上次我们跑夜风送的时候 他们是全家开着车去的拜线 他的装备没拜 奈腾都不知道 他老公跟我以前 我们在上海都是在同一个论坛里面 但是他老公是我 我的前辈 就是他玩的比我更早 他玩的时候还是 就是那种 两冲 两冲 阿吉时代 还不是阿吉 阿吉 阿吉的时代 90年代末 对90年代末的那时候 就是烈火战车那个时代的 对吧 就两冲时代的 他玩的比我还要早 所以看着我那次我们去夜风送啊 然后跑就心里特别一样 关键是他装备没带 真的玩摩托车的人 开车必须要有装备 因为特别像我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 就是越来越保命了 你看我平时上山 开的不是特别快 但是穿的特别多 头盔阿 然后靴子阿 手套阿 皮一样都不能少 就是要特别保命 所以真的开摩托车的人 就是没有 自己没有装备的时候 就不会去开摩托车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说真的要推 推崇一下 就是不要穿个拖鞋 你其实也是跟他经历过那个摩托车时代的 我从小就在摩托车上找到 对对对 我爸爸也是玩摩托车的 他爸爸更厉害 他爸爸是军体 军体小孩一直比赛美女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军体是什么 上海人都知道 军体校是我们最简单的 众少周知的就是摩托车培训的一个地方 上海大多数的摩托车的驾照 都是从军体校出来了 诶 那个是什么时候啊 70年代 不是不是80年代 80年代 我不是70后 我是80后 然后是80年代 我还蛮小的时候吧 还没上校 对他爸爸就80年代玩摩托车的 然后加了个老公是90年代玩摩托车的 我都是都是我前辈 我是零几年 零四零五年才开始玩 在收销起来多少年了 20年了 因为太北 对于玩摩托车的人 比较幸福一点 因为这边山会比较多 因为玩摩托车都知道就喜欢跑山路嘛 山上去压压弯啊 然后去 然后这边咖啡馆也特别多 然后这个季节特别合适 就是特别到了凉季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合适 凉季还能穿皮 对它又不可能会下一滴雨 然后天气又好 对对对 然后又可以穿着皮 穿着专业的装备 不会太热 不会中暑 曼谷会比较热一点 曼谷热 曼谷也没有山 曼谷有山的话可能要开出去 真的 你发现就是曼谷 我感觉就是泰国的上海 上海没山 对 上海也是 也是靠沿海地区 然后也有普通普西 曼谷有 有有有 就在那个魅南河的这边 对 河的两边 哦 那真的曼谷就是泰国的上海 我感觉各方面也比较像 对吧 又是个大都市 然后我们今天等于是 明天就要回曼谷了吗 我们今天等于最后再吃 不能吃 不是最后一顿 不是最后一顿 就这次 这次我们最后一顿饭 然后明天他们会曼谷了 如果大家 对于朱琦比较感兴趣的 他的厨艺 还是他们一家 一家四个 怎么吃怎么玩 对对对对 就真的怎么吃怎么玩 我上次去那个叫什么 向导巴提亚 大家可能对我巴提亚那家店的 那个视频 对大发箱这个特别记忆游行 就是朱琦推荐我的 他们在那边吃了十几年 对对 所以他每次推荐我的地方 我都觉得都特别好 所以刚才我说那个向导 他们把隐藏版本都打出来了 所以下次我们也准备去向导 然后大家如果对他们一家四口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真的考虑一下开个频道 就是你们的日常 日常就可以了 日常就很吸引人 一家四口颜值也高 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你看你看他老公 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这哪像个麒麟 我就是我感觉之前他没告诉我的时候 我感觉他可能比我还小一点 就实话说 因为尿过是一个 是个那种baby face 就感觉很嫩 我一看就是年纪比较大 但是其实他老公年纪比我还要大 然后等朱琦开了频道以后 我会告诉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他们一家的生活 包括如果刚来泰国 在曼谷那一带的话 就泰国中部地区的话 他们对那边会很了解 然后对如果喜欢 不敢说很了解 我感觉就是你们对我来说 因为我们一家就基本上是在家里 就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你们就很大不一样 我们喜欢外面跑跑看看 对就是一到周末吧 我也不像孩子总是坐在家里 就玩电脑看电视 那我就会带他们出去 对对对 在曼谷那边你们可以走的地方会比较多一点 对吧 因为去海边也方便 海边可以去海边当天也有地方 嗯 你们离巴蒂亚也很近吧 对巴蒂亚两个小时 我们经常周末实在没地方去就去巴蒂亚 对呃 他会给我看他们在在是向导啊 那个那个叫什么海胆 海在路上走 会路上走的那种海胆 就直接跳在海里面去 然后把海胆拿上来就他在走 对啊那些生活真的太太有意思了 我们可能这疫情两年在家里宅的时间太长了 都已经习惯在家里不太出门了 说了那么多 反正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 哎你的 你现在只有 微星 其他平台没有任何的 呃 大家喜欢我们事情就关注订阅转发吧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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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